纳宏书第一章 以下是对尼尼韦的宣判 就是伊勒哥斯人纳宏的异象录 耶和华是极恶和施行报复的神 耶和华施行报复 并且满怀烈怒 耶和华向他的对头施行报复 向他的仇敌怀怒 耶和华不轻易发怒 可是大有能力 他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耶和华乘着狂风暴雨而来 云彩是他脚下的尘土 他一斥则海 海就干了 他使一切江河枯干 八山和加密的树林枯岗 笛巴嫩的花卉雕残 大山在他面前震动 小山也都融化 大地在他面前废去 世界和所有住在世上的也都这样 在他盛怒之下 谁能站得住呢 他的烈怒谁能受得了呢 他的愤怒像火一般喷出来 磐石在他面前都崩裂了 耶和华是良善的 在患难的时候 他做人的避难所 信靠他的人 他都认识 但他必用泛滥的洪水 进行毁灭尼尼韦之地 把他的仇敌赶入黑暗之中 尼尼为人啊 你们对耶和华还有什么企图 他必尽形毁灭 患难必不再次来临 他们像缠结着的荆棘 像喝醉了的酒徒 又像枯干的河街 全都被脱灭了 有人从你那里出来 就是仇化坚恶的人 图抹恶事攻击耶和华 耶和华这样说 你你为人虽然装备完整 人数众多 他们仍必被剪除 这样就完了 我既然使你受过苦 就一定不再叫你受苦了 犹大 现在我必粉碎他在你身上的恶 打断你的锁链 你你为啊 耶和华已经向你下了命令 你的名字 必不再传于后世 我必从你的神庙中 除掉雕刻和铸造的偶像 我必为你预备坟墓 因为你没有存在的价值 看哪 那传报佳音 宣告和平之人的脚 已经站在山上说 犹大 守你的节旗 还你的愿吧 因为那坚恶的人 永不会再从你中间经过 他已经被彻底除灭了